中方在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 是无可指责的 你们包括今天在座的这些外国记者在内 大多数人都经历了中国在抗击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有关的过程 中国人民可以说已经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略性胜利 包括你们在座的这些外国记者 你们能够在抗击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 你们就偷着乐吧 有关对中国的所谓疫情的烂诉和指责 都只会是一场闹剧